走进被火侵蚀的三楼公寓 映入眼帘的是满屋子焦黑又杂乱的物品 烧焦闷湿的气味连戴口罩都抵挡不住 医护同仁们戴上感恩科技的房哥手套 开始清理工作 那个大的绳核 大的桌椅非常非常的厚重 材料都是很厚的 还好有师兄是木工 可以稍微做拆解 不过还是非常的大件 今天同学很多年轻力壮 也很感恩他们 有学员清扫时原本担心会弄脏衣鞋难以清洗 但看到老奶奶无助的脸庞也放下挂碍 看到阿嬷就是很小只然后站在那边 然后就想说如果那是我阿嬷的话 我应该就是会很难过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管了 就是努力的清 因为你要一直弯着腰 然后就是腰真的是酸到都快止不起来 然后因为地上都是水 就是整个都渗到袜子里面 对 可是搬完之后就是还蛮有成就感 弯着腰一一将杂物装袋 在人力接龙运到楼下 已经数不清装了几袋搬了几次 尽管要酸 看着屋子逐渐清空 心里也很欢喜 这是给你祝福的 没有 这是祝您给你祝福的 院长也代表上人送上结缘品 让老奶奶满心感恩 外头下着大雨 医护同仁的衣物早已被汗水浸湿 破着身体的疲累与酸痛 心里却满是猪人后的甘甜 大爱新闻 王玉芬国家序台北报导 今天的健康